為什麼我會針對陶謹申、何俊仁和馮檢基呢? 因為他們霸佔黨的位置 做了十幾二十年都不肯退位 所以那些年輕的梯隊是沒得上的 民主黨或者民協都好 趕走了這幾個假民主派的位置 為自己謀私利,有什麼都選齊 這樣是沒有寸進,香港都被他們害死 好,我現在就要問李慧琼了 不好意思,白小姐,對不起 因為剛才林先生希望你每個人都對國民教育表態 因為你問完之後,我要801開始答 801號,801的名單 剛才林先生,我們聽眾就問你們關於國民教育,請你簡單回應 你留意你的時間,剩下很少時間 請回應 我是801號,何俊仁團隊的鄺俊宇 我們絕對堅持,要撤回這個洗腦師的國民教育 我再回應,白溫琴姐姐 我今天鄺俊宇的參選就是用80號之後說給你聽 民主黨是有下一代接班的 我亦都要追問你,你的環垃設計之尾 為了盡數心中情 我說你論盡心中情 你連自己號碼還沒搞定 你掛了我這位,大哥 你是803號,你不是3號,大哥 那我想問,我想你搞清楚 和何時拆走你的環垃圾 我要代表一些候選人 尤其是新界西3號候選人陳樹 向你求助 請你盡快拆環 和解釋一下 為什麼參選這個全港的選舉 連號碼都搞不定呢? 麻煩你,白姐姐 這個是正是 政府和政黨 搞到香港人很混亂 我出到街頭 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怎樣去選 超級區議員的 你以為我想搞錯個號碼 億所有的那些三號嗎? 其實,我是希望所有的人都選803號 億白永琴、白姐姐 但是,我怎樣? 我半夜三家四五架車去拆 都拆不及 我什麼時候可以拆得及 就是香港政府可以教識全香港的人 怎樣用他們的選擇權 去踢走這些 泛民、假民主派 然後,好好地了解 白永琴、白姐姐 是真正的獨立人士 803,我的號碼 就算有3號的話 你們不要搞錯 因為這些是香港政府 搞錯先了 他通知所有的人都說 1號、2號、3號 他沒有搞很清楚 他沒有搞很清楚 他沒有搞好教育 好 沒有搞好